没想到吧 给阿姨倒杯水 好渴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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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俩约了有事 对 我爸答应带我去看电影 那你们俩选择一下 是你们俩陪我一起去看戏 还是我陪你们俩一起去看电影 陪我们俩去看电影 不行吗 你还约了别人啊 没有啊 那你们就陪我一起去看戏吧 阿姨这么多年都没看过什么戏 好可怜哪 整天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的 人家皮特说了 整天像男人一样工作的女人 不要做女人了 我说这皮特的话您总信 他一男人他知道怎么做女人的 还教您呢 他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 那医生给病人看什么病 他自己还要得什么病 不是 唐翁阿姨 我们俩不在家怎么办啊 那你爸能去哪儿 最多在楼下跟老头下班一起 赶紧收拾东西 看戏 走了 现在没事说看电影 我拿灯一下 曾洪阿姨 我觉得你今天这车特别高贵 就适合看那种歌剧啊 芭蕾之类的 比如什么天鹅湖啊 蝴蝶夫人 喂 喂 静静 实在抱歉 我突然有点急事 我去不了了 来 喂 莉莉 我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 什么情况啊 你等着我吧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脸色不太好 昨晚没睡好 最近有点失眠 谁让你失眠了 我说你年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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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来帮你 没事 没事 不用 小心 每次人 Map 你呢 还不想售适举 揍了怎么开车呢 有什么哼着往里插的吗 爸 安全比喻 别兔夫来 回去吧 Newman 你把车靠路边剪一下吧 不了 你把车靠路边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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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有人啊 他定的地方 他定的时间 说不来就不来 现在连个电话也不接 像他这样有钱有势的人 最怕什么 最怕就是女孩只含着他 你怎么能这么没完没了地 给他打的 我就是想把包还给他阿姨 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 就这么一包 你来来回回的 你磨记多久了 我现在真觉得 人家稀施貂蝉 特罗伊木马 把人弄得家破人亡 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穷酸为人落地秀才 曹雪芹也许喜欢你这种 鸡鸡腹鸡鸡型的 像他这样的有钱男人 真不喜欢你这种 抽刀断水水更有的 人家喜欢什么样的 洪水猛兽型 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买股票吗 这股票啊 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 时时刻刻都能牵动人的情绪 你就说咱们投 那每天一上班一下班 干吗呀 坐那儿就盯着电脑 十日均线 五日均线 你要是把钱存银行 你会这样吗 所以啊 你就得做 股票刑取人 不能做存款刑取人 这有钱人啊 对存款刑取人 都不敢信任 你见过几个有钱人 把钱存银行的 那都做风头 知道什么叫风头吗 风险投资 越大的风险越投 没风险人都不投 我跟你说话 你听着没有啊你 这磅大款也是门学问 那不是什么人想磅就能磅的 我现在给你 那是掏心掏肺的私家传售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啊 我以前跟你一样 也不明白 好好听着 我后来碰上一有钱人 人家老婆特温柔 特善良 还天天在家给她做饭 结果呢 她找了一个哪儿哪儿 都不如她老婆的 她特能造嫌 我当时就懵了 我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呀 人说了 这好女人就像存款 越好的女人 越想定期存款 安全 稳固 但是你不会时时刻刻 去关注她 因为她不能牵动你的情绪啊 就像股票 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就赔钱了 所以啊 你就千尝寡毒 掏心掏肝地关注着 赚了 高兴 赔了 难受 只要有钱 还得往里搭 这叫什么老板呀 他懂不懂什么 叫价值投资 你以为有几个股神巴菲特 大多数男人 不都是追涨杀爹 大把大把地赔钱啊 那要这样的男人干什么呢 你让他把钱赔你身上 你不就把他套牢了吗 他还有钱玩别的股票吗 我跟你说啊 对付这种有钱男 你就得在战略上藐视他们 战术上重视他们 他不是取消约会了吗 你连短信都不应该给他发 这样啊 他就该琢磨不透你了 这男人就是贱 他一旦琢磨不透你了 他就天天想琢磨我 到时候不就给你打电话吗 那我累不累呀 你以为这好东西都是 随随便便大风刮来的呀 那不得通过自己艰苦奋斗 不懈奋斗啊 我就想找一老公啊 谁不想找一老公啊 这现如今这好老公啊 那就是稀缺资人 不单你 谁都想要 你爸又不是李刚 你妈又不是李薇的 你们家祖坟上又没冒清烟 那凭什么好事都摊上你呀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就是万里长生 这刚踏出了第一步 后面啊还有什么雪山啊草原啊 你这为难群绪出现得也太早了吧 我现在觉得 还是以前的包办婚姻好 给你包办一个李大王你试试 你别给他打啊 那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他能出什么事啊 车祸 绑架 新闹命突发 你还能想点什么呀 那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人家凭什么要接你电话 他是不是有老婆呀 不可能 他还有老婆 他还会来解救我这个带领女青年 他有资格解救吗 怎么就不可能 你怎么那么天真啊 我跟你说 现在这样的男人多了 家里一个红旗 外面采西飘飘的 我都跟你说了 冲动是魔鬼 那我得问问他 有老婆为什么还出来约会 那人家要说没有呢 你不犯傻了吗 那我就先问问他 到底有没有老婆 你问人家就给说啊 你以为你是法官 再说了 人家还有权保持沉默呢 他如果保持沉默 我就骂他一顿 姐 你别骂他 万一人家真是单身呢 你可不能错过这么一个好大块 莉莉 你想打是吧 打开打开 打开打打 打打打 你还是把车靠路边捡一下吧 偶遇开心 闭上了灯灰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声 我穿着怎么样 这得好几千的吧 你老想着钱啊 先试试再说 走 不依靠 会放下来 适合 滚 滚 怎么样 你这什么肠话穿 我还没想好呢 要不你婚礼上穿吗 太桃王阿姨 我给你讲个笑话 我特逗 在事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博尔普勒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女人 排着队哭着喊着的 想找杨树这样一男人 还不计名分 小不忍择乱大谋 我为什么忍啊 就因为她有钱 这些有钱人的毛病 都是被你们这些 屈炎富士贤贫爱富的人 惯出来的 行 你别惯啊 你不惯 有的是人惯 我是找老公 不是找一爷 你愿意找一个特穷的老公 然后你身边所有人 你的领导 你的同事 还有你的公公 都把你当孙子呢 还是愿意找爷 让身边所有人 都给你当孙子 这女人结了婚 有了孩子以后 这家里什么事 都是你说了算 以后谁是爷 谁是孙子 还说不一定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怎么着人家不接电话了 要不用我的电话 给他打一个 没事 不用 女朋友啊 行 什么女朋友啊 我哪儿来女朋友啊 女朋友啊 干嘛躲着藏着呀 干嘛不告诉我呀 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约的三个人去看电影爱书苗 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约的你爸还有她的女朋友你们三个人去看电影啊 我不知道啊 两个人去看电影啊 两个人去看电影啊 这没样子事就是一普通朋友 本来约着晚上吃顿饭的呀 肯定是女朋友 嘴够严的呀 你有心感想的呀 人家是不是发短信骂你了 你把她电话给我 我给她打过去 我给她解释解释 行了 不用 真不用 那你把她叫过来 我们一起去看鞋 好吗 唐红阿姨 你说我爸就是一司机谁能看着他呀 才说还要我这么一拖油皮呢 树苗 司机怎么了 开飞机的司机那叫飞行员 摩洛哥的公主还架锚标呢 就是老牙 听见没有啊 不要忘记北国了 平凡的人也能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要相信奇迹 追逐梦想 你把嘴给我闭上做好了 耶 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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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闹啊 真有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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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看鞋鞋鞋 那出闹的事 我不是才提醒过你吗 那不是着急吗 你 你们俩也来看戏啊 姐 你们三个也看戏啊 你说他这个缺心眼的 我们跟这儿等了二十分钟 他才告诉我没拿票 你着急忘带了 来了来了 这你能不能干点什么 那 那我要不我现在回去取 算了 你看堵车堵得这么厉害 要不看看有没有退票 怎么可能呢 人家买都买不着 退什么呀 你说怎么办 你找我凶什么呀 别急别急 要不唐总 我们书苗我们俩都不看了 你跟你表面都不看了 对对对对 正好我们俩还得考试 我继续回家复习 这 这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 他得复习功课 那要不散场之后我来接你 那不用 晚上会给姐送回去 要不还是我来接你 您给我打电话 那我跟书苗里回去了 那我跟书苗里回去了 唐华阿姨再见 那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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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准票了 准票了 走吧 这边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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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 好 白萝卜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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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儿的 对 对 呀 沛罗尔爸 天都快黑了 你能把你那眼镜摘了吗 我决定谣言把古丁道个歉 你别再猖独这事了啊 这都是你搅和出来的 这么多麻烦事 你干吗 拿我手机干什么 白武就给你回了 他说他在您第一次 送他回家的小区门口等您 我知道您现在特激动 什么都没说了 您啊就在前面地铁口 给我踩脚刹车 我坐地铁回家 我去啊就是把事跟他说清楚 何远您上回去没说清楚 那不是你跟我说了嘛 就见他一回 以后也不见了 我还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谁知道这还有以后 以后还有这么多麻烦事 给我点钱 直接回家啊 别到处乱忙 慢点啊路上 拜拜 我啊 不快点子 我肯定想办了 她很新银 我肯定想办事 她不在家呢 我肯定想办事 我肯定想办事 不错了 我肯定想办事 不是在安排抬死了 真的是非常抱歉 杨树 咱们并不熟 只见过两面 你就送我一个 这么巨贵无比的包 你是想告诉我 你很有钱吗 完了你就可以 想找我就找我 不想找我就不接电话 你以为你有钱 就可以这样对女人啊 太二了 你说你怎么那么二了 还把包给人还 我是相亲找老公 又不是找一个 给我买包的人 她以为她给我买了一个包 我就要跟趴狗似的哈着她 她不来我就自己流浪 她一来 我就摇着尾巴冲过去 小姐 你就是太认私了 有钱人不都这样吗 那我为什么要做 她们的女人呢 就为了背一个包子 人不就没给你打电话吗 不光是这些 我跟你说 我觉得她还有好多事情 都没有告诉我 那你什么都跟人说了 你不也有没告诉她的吗 最近好像瘦了点 好像是瘦了点 你觉得我胸里像 谁叫你减肥啊 这肥不能减 该瘦的地方一点都没瘦 不该瘦的地方全瘦 刚说哪儿了 你不能随随便便 放弃一个给你买肯定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你在大马路上 随随便便就能碰上的 就算她是要跟你玩玩 你也不吃亏呀 你别老觉得 跟那些有两个臭钱的老男人混在一起 你就占着便宜了你知道吗 他们花的是钱 你呢花的是青春 青春只有一次 过去了就没了 他们呢 那些钱给你花了 他们还能再挣回来 千金三千还付来 知道吗 就因为青春只有一次 才得换最宝贵的东西 最宝贵的就是普拉达 那总比你什么都没落下 落一句对不起墙吧 落一句对不起墙吧 那总比你什么都没落下 那总比你什么都没落下 落一句对不起墙吧 随便接人伤疤 算不算故意伤害罪 我不接你就忘呀 你想想 你跟郭郭 这么多年你落下什么了 从大一开始 十八到二十六 整整八年 八年抗战都生了你了 你呢 你干啥了 就谈了这么一次恋爱 还以事外搞重 还这么多一关 你是不是还想着他啊 没有 我跟你说 顾小姐 顾小姐 你就是还想着他 也没关系 但你必须得把自己给嫁出去 而且得找一特别好的 等你以后再见面的时候 挺直腰杆站在他面前 他肯定心里特后悔 你要因为他不嫁了 找一特别差的嫁了 他心里就像 幸亏当时我没娶的 男人就这样 特见 特见 过来 过来 爸 包药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 爸 你讲不讲理啊 真是 你说 我又回去了 爸我姨儿扔地铁口 我又饿又渴的 总得找个地儿吃点东西吧 是吧 我说你 你 什么事能不能自觉点 你这学习给谁学呢 是给你自个儿学呢 别我这一有点什么事 你就逮着机会了 逮着机会玩上去了 爸 我觉得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是不是把我竟招着你了 我说你呢 别回回我一说你 你就给我转移目标 书标 十八了 你怎么又开电脑啊 咱能不能 不一回来就开这电脑呢 干点正事行吗 看看叔叔做的那题 考大学考上访吧 我说话听见没有啊 我听的呢 听的呢 电脑关了 白骨精 骂你呢 看 骂我 我的极品相亲男 我的极品相亲对象 第一次见面就是我 像他的前妻 第二次见面就送了我哥Purada 但是之后的每次见面 一次比一次奇葩 要么是刚上菜就是傻人 要么是直接放你鸽子 估计是从精神病院里 溢出来的 过来 三千多条了 都是骂他的 你说你有时间上网骂他 不如赶紧找心理 我又给你找了一答案 人呢 你说一天见一个 咱得见半个月 半个月时间有点长啊 得提高效率 要不然一天见两到三个怎么样 那我还干不干事啊 有什么比把自己嫁出去更重要 我现在觉得古代妇女挺幸福的 她们都不用上班 十六岁以前呢 都能在家玩 有钱的呢就都都私塾 没钱的就做做针线活 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根本没有剩你一说 稍微会五个文弄个墨的 就能叫才女 哪像现在 全个美都得拖成三点 你这身材 要有一点不好都没戏 哪有你 游开琵琶拌遮面呢 就是啊 还不用考大学 输了 根本就不懂 没有这种树里话之说 要不说现在穿业小说伙子 你别逗说了 谁啊 你猜 爸 爸 我的奇葩乡亲男 老杨气了 想一声就挂 你干吗去啊 我得添一条 半夜三更打人电话 想一声就挂 见过转的 没见过这么转的 你在鬼鬼祟祟的干啥呢 我鬼鬼祟祟的 我光明正大 是你鬼鬼祟祟的 拿手机看半天了吧 想播不敢播 想打不敢打 多打点事啊 多打点事也是你惹出来 你闲得没事 你跟人瞎约什么约啊 爸 你能不能累多点啊 你要是喜欢你就追 追上了咱没遗憾 追不上咱没损失 是不是 你要是不喜欢 你也就说明白了 对不起您不合适 完了 不是怎么了你这 对对对 这自由市长还能无强颜碎火 不就先个金见个面吧 绝对不合适 非得找个理由才能走人啊 要我说这理由都不用找 直接把您电话 往黑面店里里列 完了 对不对 这我得跟你说说啊 做人就不能这样 你得有始有终 实事求是 是吗 行了 那您给我实事求是一个 到底喜不选白无精 那是我个人隐私 您还有个人隐私啊 得 我尊重您隐私啊 从您往后您也尊重我的 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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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屁孩你有什么意思啊 你有什么事不能跟你爸我说呀 我警告你杨淑淼了 你不许给我胡来 胡来 什么叫胡来啊 就是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爸 那您这辈子胡来过吗 从来没有 那让自己后悔的事呢 后悔 我干吗要后悔呀 您就不后悔 您没胡来过呀 老杨啊 老杨啊 不要做自己后悔的事 要做就做让别人后悔的事 人生苦短 不要活得谨小甚微 别等到告别人事的时候 来一个 我这辈子还没做过后悔的事呢 那才是最后悔的 你想想 人这一生 连个遗憾都没留下 多遗憾呀 你这哪儿学的浑成道理呀 学 学校就教你们这个 晚安 不许再看电脑了 早点睡觉 就这点事啊 虚伪 你能管个学校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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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跟我玩一身酒吧 我还跟你玩呢 闲呢 你 你累不累啊 我直接给你下一个呼死你软件 你呼死他得了 正能呼死他 直到呼到你不想呼为止 把他折腾死为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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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手机可能中病毒了 我去找你找你手机呢 坏了,接不着电话似的 怎么着呢 真的不好意思 让你跟树苗也没看上戏 那你们俩后来干吗去了 没干吗 我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俩去看电影了呢 对了 蓝姐新开了一个健身俱乐部 在旺京 明天上午开业 我跟你说过了吗 我知道了 你跟我说过了 那您还有别的事吗 没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说 你明天上午过来接我吧 好嘞 他干吗啊 睡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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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还真事啊 我又跟你约了几个 明天都得见 行了 好 看 怎么样 这下面还有一个呢 这些介绍给我妈还差呢 你是给我找老公还是找老爸呢 人家花花公子的创办者 八十多还找一二十的呢 比你孙帅小呢 那二十的能跟我一样吗 不一样 二十的混十年才三十 你两年三十了 你看你那给我介绍那些都是什么呀 全都是外瓜裂藻的 我也想给你找青年才俊 关键人家看不上你呀 这但凡上网找的 心态都跟你呀 都已经上网了 干吗不把标准定高一点呀 还选 露着一个是一个 万一简一露呢 好 能有什么事 我能有什么事 你急什么急啊 你急 你急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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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急 你急 你急 我愿意 你急 你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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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有面子 这么早就来了 你好美啊 怎么知道你这是要跨界啊 真的要投身于伟大的健身行业啊 那我总不能一辈子 跟你加工尿不湿吧 你半辈子都结了三次混 怎么可能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情呢 我是第一个 对 谢谢 小姐 开车的男的你喜欢哪呀 谁呀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说我怎么看出来的 我一个有仨前夫的女人 看这个太容易了 就刚刚你俩下车 一关车门 就扭脑子发出来的那个磁场和波段 完全的跟正常的关系不一样